你知道菜货是什么吗 没错 这指的就是古代太监与宫女结成的甲夫妻 提起太监啊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他们都是经过了近身这一程序的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男人了 那但是即使是这样 历史上还仍然有不少的宫女 愿意和太监做夫妻 那么这些宫女和这样的太监在一起生活 还能干什么呢 他们又是如何做夫妻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末选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俗话说得好 男大当官女大当家 可是像这样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古代的时候 仍然有两类人无法完成 一类是太监 另一类则是宫女 但是凡事总有个例外 历史上也有不少太监和宫女结合的案例 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 这中国第一对菜户是 校成造访后的婢女曹公和道房 原本这两人的事情是不值得被历史记载的 但是随着赵飞宁的出现 让历史学家慢慢的关注到了 历史上还有这样畸形的人物关系 而两人之间的相处过程也慢慢的浮出了水面 事实上太监和宫女 要是真想有点什么 那也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结合比较偏态 比较另类 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 可能他们之间的感情会更加的纯粹 不用像咱们现在一样考虑太多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您还有这么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我们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